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昨天在大凡的看法我比较乐观一点 我说有机会打出黄金右脚 我觉得我的看法还是没有变 因为第一个从昨天我从技术面修正幅度 有跟各位谈到大概回档二分之一的满足区 第二个就是在这一波的一个融资的余额的观察 从8月5号的一个大检之后 到这一波的一个算是量寿的拉回 其实形态上来讲 如果再就国际面来看 应该不用太过悲观去看 所以从整个国际股市在技术面来讲 我觉得这个地方台股落底是有机会 只是因为市场的信心 不可能说在这个地方马上就恢复 历经昨天的大跌大家还是会怕 但是这个恐慌的程度跟8月份就不一样 就是已经没有那么样的失控 所以我觉得可能稍微一点时间 就是等待大家 比如说FED的利率决策也好 或者是说9月份 9月10号 苹果的新品发表 有一些比较新的东西 然后不确定因素消失之后 我觉得整个状况 就是说整个台北股市 比如说国际面来说 整个价量的结构 人气会慢慢回来 这是我觉得大方向来讲 我觉得还是蛮乐观 那内容来讲 真的就是个别股点放 那当然趋势面还是没变 这个机器人 散热 工具机 细光子 还是动到这些族群 那因为毕竟有涨多的 这些波轮波动比较高 但是你可以看到 其实真的就是 中小股啊 有时候动起来真的就很活泼 像玻璃基板封装里面的6405的月城 说真的 这个这场个股 你如果看基本面 绝对不敢买 但是因为毕竟 它是有加入到 这个太深的玻璃基板联盟 你可以看到股价 这三天就是三根涨停上去 昨天我们有谈到 也是转机性比较浓厚的 像是6742的哲米 也是 今天早盘也一度供到涨停 那当然你说 这个联盟里面的老大哥啊 就是8027的太深 为什么看起来股价是最弱 因为股本的关系 价位的关系 这个就是我在过去谈到的 就是筹码面的因素 就是 不是说公司 业绩不好或怎么样 这个就是没办法 大大支一点的 量能比较大的 它受到市场上的影响比较重 而且它的前波套劳卖压 也比较高 就来到基线这个关卡 那你看月城的部分 我们昨天已经技术面 花了一段时间讲了 量缩横盘整理 以前成交量都非常非常的少 然后一当那种放量攻击之后 那种股价的爆充性 就会很强 就是技术面上 它比较没有所谓的 上涨的套劳卖压 那回到另外一个比较热门的光通讯 也是一样 就是比较良性的轮动 像今天比较活泼一点的 就动到设备 像6706的惠特 今天也一度快攻到涨停办 那其他像是前面已经涨多 有些休息的 像联军已经涨到分盘交易了 所以稍微有点熄火 但是这一波的股价 毕竟也攻到183.5 那我在前几天有跟各位谈到 而且昨天也是相对抗跌的 应该是6530的创威 我的看法跟昨天分析的 逻辑都是一样 我觉得股价再往前高 58.8元 这个地方去做突破 应该是不成问题 因为光通讯 很多公司的一个获利 你去跟6530的创威做比较就知道 创威已经算是非常好了 上半年赚0.74元 年增25% 而且它是以自由品牌 Aston去做一个出货 那它自由品牌的出货 或占它营收的一个比重 已经超过五成 毛利率高达43% 算是非常非常的高 如果你把整个光通讯 相关的这些财报拿出来看 已经是名列前茅的 而且在它之前法说的时候 也特别谈到 我今天有准备一张图 就是跟这个所谓的 矽光结合的相关的技术 公司已经开始正在AMG的进行式 也跟国际的大产 已经展开合作了 所以以这个6530的创威来讲 从上次法说已经谈到了 利用整个光波岛的原理 跟矽光产业 跟矽光的结合 这一块就是公司未来 他们所要做的 那如果说 以它目前的获利 跟位置点来讲的话 我觉得应该 这个地方就是走一个 良性的轮动格局 应该这么说 就是热门的产业族群 它是没有变的 半导体的设备 矽光纸 还是走这一块 但是你可能在操作的节奏上 就是掌握好 我觉得我在之前谈到的 比较高出地径的原则 你不用再去追 特别强势 已经飙涨许多的个股 就像我之前聊到的设备 3131的红素 红素今年算是 半导体设备厂里面 最标的一档之一 但是你可以发现 在这一波 反而它就从2140 一度拉回到季线1600 这短短的时间跌得 也是相当的夸张 但是并不是说 接章上有问题 绝对没问题 那最大的因素 就是高位接涨多的一个修正 现阶段台北股市 就是走这样的一个 架构 你看今天动到一些 比较彪悍的一些 涨停板的个股 你说像1815的富桥 有些算是真的 就是比较跌升中低价的 资金的轮动 走这一块 那如果9月份 我觉得还可以 特别再聚焦一块 就是投信法人的一些作帐 我们可以把注意的焦点 放在最近投信 再加码的一些个股 你可以看到像是 特用电子的2497的一粒店 投信昨天是第一天买 外资8月份小量买 你看它的技术面的形态 日K 其实相当漂亮 在过去整理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觉得 配合它的营收也有关系 因为可能市场也有人压保 在接下来这个 第四季的营收会不错 因为它毕竟在五六七月的营收 都是持续性的成长 那可能第四季会更好 今天是这个形态 是很漂亮的突破创高 磁铁正列厂的普安也是 因为毕竟AI的带动 这个磁铁正列的一个相关需求 绝对会增加 你看投信也是过去四天 才站在买方 才刚开始进来 再来最近分盘交易的 但是也很罕见 投信还在买的就是8039的台虹 那它预计是下周9月12号 才会解禁 那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解禁之后 股价再冲的机会 理论上我觉得应该是 有这样的期待性 因为第一个 投信在这段时间刚进来 然后再以台虹来讲 分盘交易这段时间 股价算是很平的整理 那往往这种个股 有时候解禁之后的这个行情 可能都还有一段飙升的空间 因为毕竟 它在这个所谓先进制程的封装材料 已经打入到这个台积电的 相关的这些机缘大厂的一个部分 这个对台虹来讲 其实转机的味道 我觉得是相当的一个浓厚 而且就形态上来说 它的价量结构 才刚突破转强 但没办法 有时候这些涨多股 一下子这个就被分盘交易 所以短线的动能 它在前一波公告之后熄火 但是我觉得休息完后再上 这个绝对不成问题 因为毕竟刚刚聊到 半导体的封装材料趋势这一块 甚至你说延伸来看 它也是属于PCB这一块 这一波PCB又有走一波 比较跌升性的反弹 而且跟苹果比较相关的 类似像2383的台光电 也是投信最近站在买方的 那这样子来讲 是不是9月份 投信在这个地方会比较 持续性 因为还是要做账 那这些中小股投信在8月份 9月初才刚开始积极锁定的 这些标定身上 你可以发现 好像似乎都比大盘来的抗跌 我们刚刚大概带到了几两个股 都相对抗跌 那比较有机会 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现阶段 这些中小股就是走自己的路 那当然台股我觉得 打出黄金右脚的机会高 只是你说要强V比较难 那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地方 在整理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顺着我刚刚谈到的 一些不确定因素消失之后 再做一个向上攻击的一个走势 应该是走这样的格局的机会 会是比较大的 OK 好 那整个盘面当中呢 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把最新买单敲进股 你帮我们来做一番检查好不好 在1点10分的一个同时 最新买单敲进股有 这个融创 惠特 开发金 新光金 三商 光宝科 联电 昆银 中信金 中工 就是最新买单敲进股 您怎么来看 对 第一个 其实金融来说 当然就是并购题材 让这些金控个股比较吸引 再加上第二点 市场又比较不安之际 金控股也有一种 比较防御性的角色 所以比较会有一些资金 不管是法人 或者是说内资来讲 我会比较有意愿 停留在这里 那当然我觉得如果说 你说并购的这个结果如何 这正常太难说了 没有人说得准 但是如果以股价的操作 第一个我会认为 空间应该是不高了 因为就新光金来看 你可以发现股价就横在这里走 那大概市场共识 可能收购价的价值 大概就在这了 那可能你要再期待 它的后面的空间 我觉得应该是不多了 当然比较可以在锁定的 我觉得大致稳定一点的 你说像获利都不错的 富邦国泰这两档笼统指标 或许给投资人在现阶段 你比较想说能够有防御型的标的 又有业绩支撑的话 这些大金控股 也可以把它列为全股的标的 OK 那今天的台积电市场 大家都盯着看 但是这个量的部分也是缩了 那900的整数官 也有来做一个测试 那其他的F3包括了 鸿海、广达、联发科 应该给予什么样的一个价位 好 我觉得以目前来讲 鸿海我认为在目前来说 应该是蛮好的切入时机 因为第一个相对的位阶 比大型股来讲不是这么的高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它的动能来说题材性又更多 因为毕竟来说有苹果的新产品 新手机的加持 相对于你看广达这一波 是又测到年线 鸿海距离年线还有一段的位置 那当然代表说 它的低阶的动能更强 因为毕竟你说走 GP200伺服器的题材 鸿海业绩这个 这个再把股价往上推的利多的刺激 已经就是说 NVIDIA的利多有点顿话 我应该这么讲 但是不是说它不好 而是说市场现在不是这么热情 但是因为鸿海它多了 苹果的题材 甚至旗下 今天也传出来 一些先进封装的一些布局等等 然后都有在切入 尤其CPU 所以我倒觉得 可能如果这些大指标股去选的话 当然你说广达接近前提了 好像是不错的买点 但是如果以未来的题材性跟动能 在第四季来讲 我觉得2317的鸿海 可能更有它的一个 发挥的一个空间存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